已经把那个懒人包就做好了 所以要不当然你可以用自己的电脑 要不就是用这边电脑 尽量就是多做几次了 多做设定 然后确保第一个 至少懒人包可以弄得起来 那我是建议你反正这熟悉 都OK 那再来的话就是 如果可以 你换一台电脑也可以把它安装起来 至于就是说懒人包这个怎么做的 基本上不外乎有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Python 一个是Equip 那如果说你不要用我的懒人包的话 那变成你可能要自己到官网去抓 那至于官网的位置 其实也非常好找 你Python的话你就输入 Google的话你就打一个Python就有了 OK你就打一个PYTHON OK 它就会到Python的download 这样就OK了 你就download什么 现在最新的版本 因为我懒人包是3.72 那最新是3.73 那如果你觉得版本不够新 你可以自己去下载 没有关系 那只是说安装的方法 我是建议就是安装的时候 我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 那个你安装的时候呢 位置 这边我有讲到最早3.62 我是建议呢 它有两个安装路径 一个是install到这个位置 预设的是install now 是这个 你会发现它装在哪里 装到这个 这个 这个 好多层 它装到什么 user的什么application 什么一堆一串 那你那个路径太复杂 以后要找也找不到 这样在Mac也是一样 会花很多时间找 我是习惯什么 把它装到哪里 自己手动的 比如说低迭的根部就好 比较好找 ok 不然的话将来 光要找那个位置 就找半天 好 另外的话 这边有个paste 这个paste到底要不要加 我觉得导还OK 这个paste就是以后 它就会自动 告诉你那个 有没有 你就以后在dose底下 文字模式 打指令 就可以不需要再打你的路径 什么c叠底下的那一串 直接打python 空一格 然后呢 去执行test01 点py 它会直接run ok 但是这个东西的话 基本上 我是觉得也 也大家了解一下 那第二个 就是说 如果你不要用我的懒人包的话 那记得 你可以到那个 Eclips的官网 去下载 那因为我那个时候 装的时候 已经有 还有32位的版本 Google也是这样 找一下Eclips 这边有个download 好 那你download的话呢 以之前的话 还有32位 那现在都没有 现在都只有64 所以如果你现在要做一个新的 其实 那download的话 记得选 不是download64 是download package这边 底下这个路径 点一下 然后至于哪一个版本 ok呢 我是 像我之前是选这个 我是选 这个版本 Eclips ID For Java Developers 当然其他也可以 只是其他的缺点是说 它的档案比较大 我是选一个 比较小的 微型的 ok 所以选这个 然后底下的话 有For Windows的 有For Mac的 有For Linux的 你就把它download下来 然后呢 它基本上 我印象中好像也是免安装的 解出来 然后就可以run了 那差别只是说呢 最后你可能要做一件事 就是你要 再把这个里面 装一个外挂 所以其实懒人帮我 帮你们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预先帮你把外挂 加上去 但如果你要手动外挂 很简单 请你打开Eclips 找到什么呢 找到那边有 Help Remake Install New Software 对 然后need add一下 把这边填上什么 填上这边有一个网词 Ctrl C 如果你要自己再 重新建一个的话 你就贴上 这边也贴上就好了 OK 然后再下一步 他就把那个外挂 这个做完之后 才会有Pydeaf 如果你没有做这件事情 就没有我们刚刚的Pydeaf 那你就没办法去开发Python 差别在这里而已 其他都一样 OK 所以回去 你假如就不要用我的懒人包 你要重新建一个Windows环境 Mac Linus 哇那太棒了 如果你每个环境都可以弄得起来 那恭喜你 因为人家问你什么 你都没有问题 OK 另外当然你会想说 那如果一定要 其实也用虚拟环境 虚拟环境真的比较便利 其他的话 大概就是这一些 那另外的话 就是学会怎么建专案 怎么去建那个Module OK 那这边都有画面截图 那早上的话呢 时间刚好12点 所以早上的话 我们就是把那个环境先确认了 下午的话呢 我们要接着来看 第二个单元 基本语法与结构控制 所以等一下有时间 你可以自己先练习 也算是都在这里 OK 那我们休息一下 下午再继续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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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